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,囚犯越狱的事件屡见不鲜,但他们越狱之所以能成功,是因为他们长期待在监狱中,为他们越狱提供了充足的时间。 如果是被判斩立绝的囚犯,又有几人能从监狱逃脱呢? 而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位选手,那就是为数不多的被判了斩立绝还成功越狱的高手。 此人是谁呢?他就是名书。 八字算命书,雅成八字命令,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。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,擅长八字算命,居家风水库局,林府法事。道长微信2088-2988。 27年,张献忠的大西军进攻成都,杨占与曹勋率三千清兵守卫成都,因为张献忠的人马比较多,所以成都最终还是被攻陷,而杨占也被俘虏。 张献忠欣赏杨占的才华想招向他,结果杨占却宁死不祥。 张献忠大怒,命人把杨占押往南门斩首,负责押送杨占的两个小兵,喜欢杨占身上的铠甲,便对他说,汉子,把你的甲松我吧。 杨占看机会来了,便不动声色地说,我命都没了,要甲还有何用?等我死后自然便是你的,但希望你二人能把我的尸首运往盒中。 俗话说,吃人的嘴短,拿人的手软,这俩小兵听说杨占同意把铠甲松给他们,便按杨占要求的,将他压到了水边,在临河处,两小兵给杨占松了绑准备卸甲。 就在这时,无尽是出身的杨占突然夺了他们手中的刀,手起刀落砍死了二人,然后跳到盒中不知有往何处。 等张献忠收到消息时,杨占已经与溃败的明军会合,那些溃逃的明军听过杨占的大名, 于是便拥戴他为首领,共同抗击大西军。杨占在前围起兵反抗张献忠,并率军攻破了家定府。 红光元年,杨占在樊一恒、马应氏、于昭松等人的配合下攻占旭州,大败张献忠部将冯霜礼。 龙武元年,杨占大败张献忠部将梁一迅与纳西。 龙武二年,杨占大败张献忠部将刘文秀,并收复加州、穷州、梅州、亚州四地。 随着杨占势力的愈发壮大,张献忠越来越畏惧杨占,再加上清军对张献忠的扫荡,所以张献忠便有了卷款跑路的想法。 龙武二年,张献忠率军十万,装金银珠宝二百余州,打算沿着清神江顺流而下,游川入楚。 杨占得知消息,待人在江口与张献忠大战,并斩杀了张献忠的弟弟。 而张献忠为了防止财宝落入杨占之手,偷偷命人将财宝沉入了江中,即今天的江口臣吟。 后来张献忠大败,率军返回成都。 永历二年,杨占被封为广元博,卓都督同志总兵,提督勤属兵马,并加太子少妇。 永历三年,杨占在李贤德的建议下,接纳了驻兵重庆的袁涛和五大定二人。 因为杨占为人性格傲慢,不愿奉权,所以引起袁武二人的崩满。 后来李贤德假借收业之名,与袁涛合谋杀害了杨占。 可怜杨占一代名将,却为奸人所害。 再次回应该。